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书 大家好 这么远道来到澳大利亚 在此地小聚一堂 我们的缘都很深 所以无缘对面不相逢 有这么深的缘分 希望更进一步 我们都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希望极乐世界 如果不能够活着 你就空走这一趟了 这个缘分非常信用 难得遇到 难得遇到 过去 我们疏忽了 今天遇到这个缘分 使我们想到 过去 我们跟阿弥陀佛 跟本师释迦牟尼佛 都有很深厚的缘分 这些缘分 绝对不是偶然的 这一点我们要相信 这一点我们要相信 我二十六岁修佛 ifa rarely第一째址 黄奥和方董没想法 我是跟她修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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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讲了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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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忱 最后讲到东王,最后讲到佛法,我很怀疑,如果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这种? 佛法老师告诉我,你很年轻,你不知道,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是佛教的释迦牟尼佛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怎么给我介绍,我相信他不会欺骗,不会欺骗我,我接受了 这个接受就是佛家讲的真心 正确,真正接受了 佛家讲,信皆心正,特别是真正 我们信是不是真正建立了对佛家摩尼佛的信心? 幸福的人很多,问问真正想想的每几个 信了之后要解,解是经典 我喜欢读书 以收集佛教经典来看 那个时候,经典很不容易得到 只有到寺庙,寺庙有些戒缘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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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解释了,真心 解是很大的问题 佛家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它要有条件 你能够正确定的 我没有理解,遇到善知识。 得善知识的价值。 我遇到张家大师。 我的信心是从张家大师带来的。 结识是从张家大师带来的。 我向他请教。 那一年,我26岁。 我向大师请教。 我听了方老方教授的教诲,知道佛法。 尤其是大臣佛法。 无比的出身。 老师,希望老师告诉我, 能够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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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了一个小时。 说了一个词。 一个小时。 像如定一样。 妄念都没有了。 这很重要。 如果有妄念, 你什么也得不到。 只有一个小时。 让我整个身心静下来。 他才会说话。 你还有妄想 还有分别之处 他不跟你说 我修佛这几个经历都不寻常 一个小时 静坐自然 好想如定 他说了一个是有 这有 我们年轻没差点功夫好 心就动了 他就不说了 说了一个有 下面就没话了 我们再跟他的小母 大概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定下来 他告诉我 看得破 放得下 你就能入门 看破是智慧 入门要功夫 看破是什么 对于佛心上所说的 确实理解了 肯定了 不再重要了 结门 你明白了 你不是危险 你不是糊涂 八万四千法法 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不走这个门 你进不去 进去是什么 就是定会 放下是定 有定 有会 你才能进去 我们一堂库 两个小时 这些人向他请教 他说话很少 很简单 但是 他一定要看到你 心情谨 没有妄想 没有砸念 没有分别 没有自主 这功夫从哪来呢 老师当时 你提的问题 他看着你眼睛 一个小时 那就是说法 叫你在这里去体会 看破 是智慧 放下 是功夫 就是神灵 定会 双胸 是在同时 同处 慢慢去练功 眼见丝 耳闻身 鼻秀下 十肠胃 有没有感觉 有 感觉快 有没有分别 这种 有 就完了 你已经堕落在烦恼之中 离 都不明明了 那么一看悟 不知道这四世真相 奇心动念分别之中 凡夫 六道凡夫 几乎到怎么样 几乎到 不起心 不动力 这叫功夫 看得清楚 听得明白 没有起心动力 这叫修佛 回归自信 这世界是什么 为心所信 为师所别 没有起心 没问题 最重要的 限了自己 不起心 不懂你 不分别 不执着 从不分别 不执着下手 为什么 他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假的 我们对他 七心动念 错了 假的 随他去吧 别理他 不分别 不执着 小的 如今 不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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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 不能转进 这同如来 你要能转进去 你不能被外面 进去 所转 绝大多数的人 都被外面转 什么转的呢 分别是这 接着 念头 与我 烦恼吸气 就先行 这就堕落在 五欲六成 这种 这凡复 修行人 要修佛 要修菩萨 要修祖寺导 看得清楚 天在明白 什么功夫 不分别 不执着 都有这功夫 这功夫 初期 不是高级的 很容易学会 再提升一层 不启行 不动念 这是更深一层的 定功 不但没有 分别之处 起心 动念 都没有 完全保存着 心里的平行 这叫修行 这叫修行 看到外面 清晰 听到别人 想话 立刻回应 也好 考虑之后 回应也好 都要被 清晰 转了 你说凡复 背心 要转了 要怎么样 如如不动 不动的标准 就是无目 有分别之处 你要是明白了 这像都是假像 都不是真像 没有一样 是真的 何一半年 也是恍然 你就啃放下了 假定定 你这时候干什么 你能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自自然然 就起如尽尽 我想老师请教 快速 起如尽尽 他教我这个方法 他教的简单 几个字 不想我跟你说 这么多 我要用老师的方法 说一两个字 你们都不会懂 都跑掉了 所以要很有耐心 跟着大线之士 他一个字都不会浪费 这一次前进 把你点五开五了 所以我们就笑得 如热不得 为什么 他用的方法 跟佛一样 那些大路 为什么 叮 戒定会 是你本有的 你跟佛没人一样 跟菩萨没人一样 问题就是 人家已经用在生活上 佛菩萨 我们虽然是本有的 我们虽然是本有的 有 不会用 吃东西还得调口味 还在分别之处 这从早到晚 连见二问 起的是什么现象 我想分别之处 这叫什么 这叫凡夫 我们从凡夫转过来 学圣人 虽然学不到 要认真学习 善知识 不容易遇到 纵然遇到了 你什么也得不到 为什么 你的心是浮动 不是在听众 要在听众 与戒律相应 戒律 是表现给别人看 佛画家自信化他 自信是直接 化他 我表现的 皆定为善讯 是做给别人看的 这就是度化中心 可以 在这个境界里面 无一人一眼熟 他要问 给他解答 详细说 简单说 看对方 对方明白了 简单说就可以 贵方不明白 详细给他说 要多重生 有这个基础 有这个缘分 多学一点经典 你对佛画了解 多学 给别人讲解 熟悉 你今天熟悉 你讲得 别人听得很欢喜 讲得了 要做到 做到 增加别人烦恼 没做到的地方 不讲 我做到的地方 给人讲 这就对了 总而言之 叫他 善心 善念 起来 生活里头 不要去忘心忘念 不要有烦恼之处 不要有烦恼之处 修行 粗步功夫 在日常生活当中 慢慢提升 发喜充满 佛法里面 境界向上提升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就用这个 你要学会了 对你帮助很大 空老夫子 温量共浅量 跟菩萨界 没有难量 一声温虎 善良 恭敬 恭敬是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都恭敬 为什么 我曾经的人 我曾经的人 我对他共浅 我不认识的人 我不会给他共浅 佛 圣人告诉我 见到一切人 都要用贡献 贡献 为什么 一切众生 般来是福 我现在很幸运 走新鲜 走新鲜的道路 他没有我这么信任 他还在搞反复 我们就影响他 帮助他 帮一个回头 他又会帮别人 辗转传授 功德无量 试出世界法 最重要的 诚实 用真诚心 带人教 为什么 唯心所限 那个限制 是整个宇宙 所有众生 有强无强 同一个真 如此信 要不要共浅 唯心所限 心是真心 不是假的 充满了界定慧 三续 真心 真心是叫 其心动念 妄心 妄心 他不会用心 凡夫用妄心 这些大神 用真心 用真心的成就快 用妄心 总有成就 很缓慢 所以经书 要读 读了之后 都明白了 要做 做到 然后 老实念佛 求神 前途 你升到极乐世界 你的功德就圆满了 等于 大学毕业 学毕业 学毕业 得了 学毕业 到极乐世界 没到极乐世界 麻烦很大 你这身寿命有限 来生不会堕三窝道 但是来生难不能再遇到三宝 遇到修复的缘分 很难受 所以最好是 机会只有 先前 现在就把智慧 抓住 机会抓住 真正抓住了 自己有了把握了 这个世界灾难很多 你怎么样 你不懂于心 为什么 真正灾难来了 我会有极乐世界 好地方去 阿弥陀佛来接我 真的 不是假的 尽头发门 就是三个字 真正相信 真实的愿望 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招手 我们要跟他呼应 随时可以往下 你们看到 刘苏云的界界 表演 给我们做往下 让我们看 真地 而是假的 他用功 无骨鸡 不超过七天 就走了 他能做得到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你把念头整个转过来 你就发细充满 真地不是假的 他用信息能往上 我用信息也能往上 这个世界 决定不可以留念 读众生 帮助众生 解脱 帮助众生 也上极乐世界 这些 这些 六大轮回的苦 生生世世 我们已经过得太多了 够了 不必再够了 所以我 方东梅先生 迎我入门 一句话 学府 是人生最高的下手 我就他这一句话 把我借引到佛门 老师将恩德 永远不能忘记 老师将恩德 永远不能忘记 他是个哲学家 界定会三舍俱俗 比出家人认真 出家人为他那么认真 所以他走了 我记住 他的教会 经教 是跟离病男老去设定 我跟他十年 讲经教学六十年 从这儿来的 从这儿来的 最重要是前面两个 张家大司 方东梅教授 跟这些人在一起 无论时间长短 没废话 这是我们要学习 无论在什么地方 真正 好 大家休息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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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